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传奇女性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青春的挑战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成长岁月 2.女性解放的先生 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辩护 3.启蒙思想的传承者 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思想影响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青春的挑战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成长岁月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位非常特别的女士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Mary Wollstonecraft 她不仅是一位女性主义的先驱 更是在青春的波折中 磨练出了坚韧不拔的精神 她的成长故事 比起当代的青少年 网红直播翻车现场 可要精彩多了 首先 让我们来设想一下18世纪的英国 那是一个连男人 都觉得自己受压迫的时代 更不用说女性了 玛丽的父亲 是个不折不扣的恶霸 她对家庭的暴力 让小玛丽早早就体会到了 什么叫做不公平 但是 这位小姐姐并没有选择默默忍受 而是决定要为自己 和所有女性争取权利 玛丽的青春期 可以说是充满了挑战 她的家庭经济状况一言难尽 她的爱情生活 则是一部连续剧 而且是那种 每集都有新狗血剧情的那种 她爱上了一个叫做亨利 福斯特利的艺术家 但这位先生 对她的爱情 却是三分钟热度 让玛丽伤心欲绝 不过 这位女士可不是 那种吃一欠肠一致的人 她是那种吃一百欠 也要继续前进的人 玛丽的职业生涯 也是一波三折 她当过家庭教师 开过学校 也做过作家 她的著作 女权辩护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 在1792年出版 这本书可是当时的炸弹 她主张女性 应该有和男性一样的 教育机会和社会地位 这本书让玛丽成为了 女性主义的代名词 也让她的名字刻在了历史上 玛丽的爱情生活最终 也有了转机 她遇到了哲学家威廉 戈德温 William Godwin 两人坠入爱河 结婚生子 不过 命运似乎总爱和玛丽开玩笑 她在生下女儿玛丽 雪莱 Mary Shelley 后不久就去世了 这位女儿后来成为了著名的 科学怪人 Frankenstein的作者 玛丽 沃斯通 克拉夫特的一生 充满了挑战 但她从未放弃过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 她的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 也有人敢于挑战既定的规则 为未来的光明奋斗 所以 下次当你觉得青春期的烦恼让你喘不过气来时 想想玛丽 她可是在没有社交媒体和巧克力可以吃的年代 都能够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挑战哦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姓解放的先生 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你全辩护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玛丽 沃斯通克拉夫特 Mary Wollstonecraft 和她那部震撼时代的作品 女权辩护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 这可是女性解放运动的一部重要经典 她在1792年出版时 比现代女性的Instagram抗议要早上几个世纪 首先 想象一下18世纪的英国 那是一个连男人都还在为自己的权力争论不休的时代 女性的地位更是不容乐观 在这样的背景下 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辩护 就像是一股清新的空气 或者更确切地说像是一杯强烈的咖啡 让人瞬间清醒 沃斯通克拉夫特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观点 女性并不是天生就适合做家务和抚养孩子 而是社会和教育的局限造成了这种现象 她主张女性应该接受与男性平等的教育 并且拥有独立思考的权利 这在当时可是相当激进的想法 就像是在告诉18世纪的人们 未来有一天 女性可以穿着裤子去工作 甚至成为国家领导人一样 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幽默感 可能不是她最著名的特点 但她的机制和讽刺在女权辩护中随处可见 她嘲笑那些认为 女性只适合做装饰品的观点 指出如果女性的角色仅限于此 那么男性也不过是浅薄的孔雀而已 她的这种比喻 无疑是对当时社会对女性角色的一种机制批评 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生活本身也是一部传奇 她不仅是一位作家 还是一位哲学家 教育家 甚至还涉作商业 她的个人生活同样颇具戏剧性 包括与美国作家吉尔伯特·伊姆雷 Gilbert Imlay的风流运势 以及后来与哲学家威廉·戈德温 William Godwin的婚姻 她的女儿 玛丽·雪莱 Mary Shelley 后来成为了著名的 《弗兰肯斯坦·Frankestine》的作者 总之 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辩护 不仅是女性解放的先生 也是一部充满智慧和幽默的文学作品 她提醒我们 即使在最不可能的时代 也有人敢于挑战就观念 为未来铺平道路 而沃斯通·克拉夫特 无疑是那个时代最闪亮的星星之一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启蒙思想的传承者 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思想影响 啊 沃斯通·克拉夫特 沃斯登·克拉夫特 这位启蒙时代的思想家 他的名字听起来就像是一位魔法师 专门用文字施展魔法 改变世界观念的大法师 但别搞错了 我们今天要聊的 不是他的远亲 科苏鲁神话的创造者 洛夫·克拉夫特 Lovecraft 虽然他们的名字都很有韵味 但我们的沃斯通·克拉夫特小姐 可是现实世界中的超级英雄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Mary Wollstonecraft 这位18世纪的英国作家 哲学家和女权运动的先驱 她的著作《女权辩护》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 可是当时的畅销书 比起今天的资助类畅销书 她的作品可是有着 更深远的影响力 她用尖锐的笔触 为女性争取教育权和社会地位 这在当时可是相当激进的想法 简直就像是在宣布女士们 是时候统治世界了 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思想影响深远 她不仅是女权运动的鼻祖 也是后来自由主义和平等 主义思想的重要推手 她的女儿 玛丽·雪莱 Mary Shelley 继承了母亲的文学天赋 写下了著名的科幻小说 弗兰肯斯坦 Frankenstein 这也让我们看到了 启蒙思想如何在家族中传承 从争取女性权利 遇到探索人类与科技的关系 这家人的思想议题可谓是跨度惊人 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思想 不仅在女儿的作品中得到传承 她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从19世纪的妇女运动 到20世纪的女性主义浪潮 再到今天性别平等的讨论 我们可以说 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启蒙火炬 一直在传递 照亮了一条条为平等和自由而斗争的道路 不过 如果沃斯通·克拉夫特知道 现在的我们还在为性别平等而努力 她可能会皱皱眉头说 孩子们 我在18世纪就已经告诉过你们了 快点学会吧 然后她可能会拿起她的羽毛笔 继续写她的下一部寂静著作 因为这位启蒙思想的传承者 她的工作从未完成 总结一下 玛丽 沃斯通·克拉夫特是一位勇敢的女性主义者 在18世纪的英国 她挑战了当时的社会观念 为女性争取教育和社会地位 她的成长故事充满了挑战和戏剧性 但她从未放弃追求自由和平等的信念 她的著作《女权辩护》成为女性解放的先生 并对后世的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故事和思想告诉我们 即使在最不可能的时代 也有人敢于挑战就观念 为未来铺平道路 那么 亲爱的观众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故事和思想 对你有何启发 你认为 她的观点 在现代社会中仍然重要吗 欢迎留下你的评论和问题 让我们一起探讨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